这也可以 他是死了吗 睡着了 前辈如何做到的 你就是那个私生的皇子 这您都知道 我还知道 你此番来龙主山找我 是为了杀徐宏年 您是谁先吗 为何要杀徐宏年 为国出害 不对 你是想引发天下大乱 趁乱而起 夺取皇座 那是 传国遇袭 我 我怎么了 你是幻梦吗 百官臣服 天下至尊 这是美梦 您能走入我的内心 您真的是神仙 人力终有时而穷 而思绪的变幻 却有着无限的可能 繁华山色 春雨东雷 入眼入耳 终是入心 喜怒哀乐 爱恨冤仇 劫自新起 人心才是躯体之处 万物之介 我的功法 就是围绕着心智而生 刚才我用这喜 乱了你的心神 随即引你入梦 你在梦中看到的一切 都是你心地 无限期盼的景象 都是梦 那这玉玺 假的 也许只有这 传国玉玺的名号 才能瞬间破你心脑 因为在你心地里 最渴望得到的 就是至高皇座 没钓到鱼 我出不了山 钓鱼 钓什么鱼 我 我帮您钓 好啊 那你就先试试 把那钓竿拔出 这水潭有多深啊 韩吊丝没说 这是无底潭吗 无底 那您在钓什么呢 千年浇灭 我 您说测人心思乱人心神才能让人入梦 怎么对他就这么容易 谭雕斯把这些人塞进红甲石 是已经抹制了他们的心智 自然容易 您调教您多少年 二十多年了 还没调到 按备份 我该如何称呼您 不用算备份 叫名字就好 赵黄潮 满备个不喊 叫先生吧 总归还是得尊敬些 先生 您都在这儿调二十多年了 偶尔出山走走 回来再调 不是也一样吗 二十年前与人交手 通法反世 如今靠着屋底潭镇住心神 若无教您 我一生都无法出山 谁能伤得了您啊 还对有谁啊 武帝城那位 王先知 我是徐凤年 刚听说你要杀我 这倒没什么 但想借卢家害死我姐 这就到我底线了 待我刀兵者还以刀兵 刘黎婷 是你自己选择 给你带来的忠军 来人哪 世子 他怎么办 他打过我姐一巴掌 我姐也还了他一巴掌 这事儿就算跟他没关系了 就这么放了 要不杀了吧 顺手的事儿 做人做事儿 还是要有点底线 这这要把刘大人捕到哪里去啊 这这干什么事儿 这干什么事儿 家里的人怎么处理的 那些家人都只是被捆绑住 并无伤亡 好 你怎么把嘴堵上了 拿掉 就是命啊 北梁世子徐凤年要杀人了 喊 接着喊 徐凤年都有死刑 林阳成王法何在 天理何在啊 没错 我就是北梁世子徐凤年 诸位 把这名字给我记好了 你怎么办啊 徐凤年 你也不能杀我 你要杀人 人便杀你 这就是天理公道 我知道我做话了 走 回阳城 走 林阳 快走 徐凤年 徐凤年 你把我放开 徐凤年 别管走 徐凤年 徐凤年 老子 一带剑神还打呼噜 超死我 我也不明白了 那两个小家伙 在我边上上蹿下跳 天不怕地不怕 这么一道礼前辈跟前 怪得跟小猫一样 那老头武功高 镇得住他们 所以说 武功高还是有不用 当年西楚高手如云 最后还不是灭国了 那是北梁太可怕 国战初始 咱们楚国还是占了上风 我听说 杀了黎阳朝不少大将 当年卢家嫡子领军被亲 被父王赐死了 哪个卢家 你说杨成这个 徐志虎的婆家 那跟你不是身仇大恨啊 他们又不知道我身份 别担心 除非 放入 索瓷